這個是挺甜蜜的 是一個很有藝術氣息的一個花的圖案 不知道是不是呢? 大家可以看看 是不是好像一個畫框 好像一個藝術的一個 excuse me 是不是好像一個畫框 然後有一個 繪畫的圖案 是不是好像明畫 是的 它的框位位置就是配襯了金色線去做畫框的部分 它的混色配搭 是比較有復古感一點的 兩隻 顏色其實是一樣的 不過我都是因為底色的分別 就會覺得好像有點不同 完全一樣的 我這個是米色 旁邊這個是深綠色 這個挺有驚喜的 除了雙面鳥之外 它有爪毛的 它是薄的爪毛鳥 這個就不是衛衣了 是不是很驚喜 這個是薄的爪毛 你看到它是一個幼身的橡筋 後腹就有個格仔 pattern 做一點點延伸 這個它是做沒有索性位的 是直接做幼身的橡筋 做泡泡的一個效果 後腹也有一點點延長下去 就已經OK了 這個也是簡單的 簡單的一個款式 平時夏天 通常都是用雙面鳥的一個產品 今次這個也是雙面鳥 不過裡面就加了薄爪毛 薄蛹 薄爪毛 薄爪毛 是的 的質地 所以就暖一點的一個效果 這個是一個挺cream的顏色 柔和一點的一個顏色 這個就復古感比較重一點的 我又各自做了兩種不同的鞋 我現在就搭輕鬆一點 是的 我現在搭輕鬆一點 但是還是有一個比較個性一點的一個配搭 這個就是沒有什麼難度的了 是的 這個也是實色的 是的 實色不透的 我現在就搭了一個特色一點的一個 西裝鳥男友褲 是的 挺漂亮的 挺特別的一個複形來的 好 那我換上一個綠色先 直接說 二 wie 你 你 我这个是比较复古重一点的一个深绿色 都是大一点点灰钓,我当然不觉得搭这边的鞋型格一点,随意一点的味道会再连贯得好一点,或者搭得好看一点的一个效果 那版型都没得挑剔的,真的很舒服 加上它那只爪毛是真的特别滑身的,我自己觉得跟平时的,哎? 跟平时的卫衣,爪毛卫衣,那个触感这个是再缩较很多油和,很多软熟很多的 那的确是有不同的,不过穿上是挺惊喜的 因为单望我就觉得可能都是会有那种有点既定的 但是穿出来再柔顺一点,再柔软一点,再蓬松一点的感觉 虽然不是厚,但是摸下去或者穿上去的那个质感 真的有我刚才的形容词可以说出来的一个配搭 这个也要留意一下,它是幼身的橡筋,反进去做一点点的线条 就已经是好看的了,后腹这样拉,塑上一点的细节出来 一个复古感的一个绿色,比较建议配搭啡色鞋,令整个配搭更加有复古感了 这个也是实色不透,不太肉,是一个双面料,它有一个薄爪毛的一个布料 是一个布料来的,非常之舒服的一个绿色 是一个好像很有艺术气质的一个画框,一个图画的艺术品的一个展现